二战期间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残暴的日军烧杀辱略无恶不作 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 无数军民拿起武器抗日 有这么一个村子 村民们不拒日军顽强奋战 甚至连日本人在攻破村子后 都对他们敬礼表示尊重 这个村子也被语为抗日第一村 它就是山东举南县渊子崖村 村内有230户人家 约1100人 日军侵华后 山东很快也沦陷了 渊子崖村也成了敌战区 于是时不时有日军来村子里扫荡 等日军走了 又有日伪军和汉奸来村子里欺负村民 彪悍的山东汉子一怒之下 全村的壮年男性们聚集起来 把那群汉奸抓住一顿毒打 从此渊子崖村再也没有汉奸赶来压榨 从此以后 渊子崖村的村民们齐心协力 在村子四周盖起了围墙 还挖了类似于古代沪城河寺的沟渠 村民们还集思 拖有门道的商人 搞来了不少土枪土炮 长短剑之类的武器 分发给了村子里的壮年男性们 村民们还自发的练起了武术 渊子崖村渐渐的变成了一座小堡垒 等到冬天的时候附近的日军缺衣少凉 又开始扫荡周围村落 到了渊子崖村的时候都被惊呆了 于是150多名日本军把村子团团围住 让村民们出来投降 然而回应日本人的是无数的石块 土块和臭鸡蛋 日本兵灰溜溜的撤退了 但是没过多久 一支1000人的日本援军赶来 开始进攻渊子崖村 渊子崖村全民皆兵 直到傍晚日军都没攻破村子 于是日本紧急调来了坦克 对着围墙一顿猛轰 这才打开一个口子 日军进入村子里后 渊子崖村民手持菜刀 镰刀和木棒分离肉搏 但是毕竟不是军人 而且装备差距太大 村民们最终还是不敌日军 村子也被攻破了 在这场战斗中 村民牺牲147人 击毙日军121人 可以算得上一场意义非凡的胜利 日军攻破村子后 居然也对着战死的村民们 脱帽敬礼 以表他们的尊重和敬佩